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电气垫 而且这个公寓里面也带有停车位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公寓的公用部分 包括入口的位置 大坛电梯的位置 走廊通道的位置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去看看吧 今天看的这个公寓面积有63.5平米 阳台的面积有13平方米 好了 我们来到玄关的位置 接下来让我们移近到底看看里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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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虽然说是五楼 不算特别的高 但是看到外面呢 十分的开阳 这里的售价是2880万日元 不让你觉得怎么样呢?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记得点赞 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